Hello 大家好 今星期我想给大家一个surprise 我会讲一下Chester的地方 不过我跟平时不同 不会讲一些 property 没有data 纯粹讲一下Chester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我选Chester 还有我近几年在英国行日 究竟我会去哪里玩 带小朋友去哪里 好了 留意一下 好了 这张照片就显示Chester 大概是2000年前的样子 大家不要害怕 我不会用很多时间去讲历史 但如果说Chester不讲历史 就不够原汁原味 其实Chester以前是近海 我当时听到也吓了一声 原来是近海岸 也有些考古学家认为 为什么这么多罗马人 会选Chester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海岸 以及它的位置很方便 当时去其他地方 Anyway 言归正传 你看到这张照片的Riffer D 到今天都有 我家就过了这条桥 没多久就是了 这条桥依然都依然顾立不倒 当时很多罗马人进驻了 还建了一个很有名的坑 就是这个 他们用来防守 有很多兵士 围着这条桥依然 为何我要说这条桥依然 就是到今时今日都依然顾立不倒 亦是Chester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地标 很多人来看就是看这条桥依然 因为你真的可以沿着走 另外这条桥依然是英国最大的桥依然 另外出了这条桥依然 亦有些居民和居民 刚才的圆冠屋 的桥依然是2005年发掘出来的 比考古学家 到今时今日他也开放给民众 尤其是深马 他也有些沙士比亚Play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坐着一个2000年 的团队 然后去看沙士比亚的明珠 真的觉得很有趣 刚才说过City Wall 这些照片就会看到City Wall的样子 依然保持得很好 总场围着大概3.2公里 我也试过围着几次去跑步 不过就是星期日 因为星期日通常有很多游客 由于他这么有历史价值 他也列为在National Heritage List 属于Grade 1 List Building 在香港的团队里面 另外为何Chester这么特别呢 就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历史最悠久 但依然健全的马场 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因为很多地人 每一度深马就会走来看马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你知道在香港 我其实没有去过马场看马 通常我的印象中 都是一些男士们 或者上了年纪的男士们 才会去马场看马 但英国很不同 其实有很多人来英国马场看马 但他们的地人 就会穿得很漂亮 很花招 就去看马 跟香港很不同 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拿出来给大家知道 譬如像这样 他也会有一些 女士们best dress competition 大家猜猜哪一个 是贏了的呢 还有一个较为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 马场除了他有赛事 他未必真的说 会开放给公司 走进去踩 但这里也很不同 他开放给公司 大部分时间都开 你可以走进去行 散步 或者一家大小 你也可以带到中间的草地 去旅行 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 我也试过围着马场来跑 因为觉得 都要试一下 因为在香港没有这个机会 另外也要提 就是说 Chester 有一个很出名 他这些叫Chester Rose 即是说 他本身有个地铺 再上多一层 就还有一层的铺 他这个就叫Chester Rose 到今时今日 我试过去翻查 有些人仍在想 为什么他要这样 建立多一层 到现在 都未有很清楚的原因 但你们看看 他的建筑物 真的很特别 和很漂亮 他一个风格 就叫做Tudor 的architecture 所以我想 我那么喜欢Chester 就是因为 他有很多这么古旧的建筑物 这个就是Chester的Main Street 你们也看到 刚才说过Chester Rose 分两层 左手和右手 你也看到有两层的商铺 其实他就不是很大的 那他的Main Street 就主要一个 类似一个 十字的形式 那一会儿我会放多个video 给大家看 那其实Chester 都多有客户 尤其是他地方的人都会来 那这条街呢 就很多的咖啡店 有很多的餐厅 或者一些高街的连锁店 那这一家呢 有一家HSBC 那我的银行也是在那里搞的 那你一见到这一幅场 就是City Wall的其中一部分 那这个也是Chester 一个十分大的地标 如果你见到相片 很多时候就会看到 他拍到就是拍到这个钟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沿着River D 那假日呢 夏天的时候 你也可以租一些船仔 都不是很贵的 好像十多磅 半个小时 有时候你想游客船可 那你就可以在River D租一些船仔 那他好像也有一些 可以踩单车的那一只 那一只 那其实我觉得英国的Summer 真的很漂亮 如果阳光普照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是很positive 充满了energy 那还有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水上泊 他们真的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都喜欢喝啤酒 很搞笑 那整个 即近着Chester 一达River D 有很多很古旧的建筑 那他也有一些夹杂住 一些夹杂住 一些夹杂住 一些夹杂住的建筑物 那所以整个感觉都很漂亮 很特别的 那我附近呢 他就有一些 Watersport Club 那他每逢星期日的早上呢 那你给很少量的membership fee 你就可以带一些小朋友 甚至自己走去玩的 那这个呢 我就去了试玩这个pedal board 那都挺有趣的 是挺好玩 差点扬城以外 我差点撞到人 那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们选择的地方 他们很多这些水上活动 和Club 那你就去到英国的时候 就多问多些地方人 那住下住下 你就会越找越多 这些不同的Club 可以给小孩子或者自己去玩的 那另外呢 有一个地方 来我家大概30分钟 那叫Dalamere 那天我小朋友有play day 那他们一班朋友就约来玩 那就玩一个水上活动 类似是一些obstacle course 那样的 有最简单 接着有medium 接着有difficult 大概是20磅 就玩50分钟 那通常如果 譬如说一些较为多人玩 你都没得渡见的了 你都要早点去预约 对 英国他们很流行 什么都要设计 就是advance之前设计 设计了才有得玩 那比如这些活动 小朋友看到就最开心了 另外呢 我也有带小朋友去这个地方 它叫Crocky Trail 那来我家就大概是20分钟左右 那里面就有很多一些 很吐爆形式的 激动游戏 虽然不要看它好像很简陋 很简陋 但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嗯 这个是我来的 我要关掉滅声 那对啊 其实小朋友都很开心 因为香港就少一些这样的活动 那其实呢 我一直都很想试一下一个ski trip 在其他欧洲的地方 不过呢 我就宁愿在in door 自己试一下 学会先 才真的坐飞机去其他国家玩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Chill Fractal 那其实它是在Manchester Strafford附近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日后搬来 都可以试一下去玩了 那我呢 就经过达了几十次之后呢 就终于学会了 由最高的位置 就下来都可以安然无事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日后搬来试玩 那另外呢 有一个叫做in door skydiving 一个地方叫做i fly 那其实它呢 就在刚才说 Chill Fractal 玩in door ski 的旁边 就有这个i fly 那它用 就是一个wind tunnel 那样的形式 就是有很强烈的风 在下面吹 那令到个人呢 就可以 好像 玩in skydiving 那样飞起 那这个就较为贵少少的 那所以呢 我都是特别节日的时候 就是可能他们生日啊 那我才会带他们去玩 因为都较为乖 那但是 就实在都挺好玩的 是一个挺特别的experience 那大家都可以考虑的 那就是在Chill Fractal旁边的i fly 那除了一些较为动态的活动 我都喜欢带他们去看一下 看风景啊 或者看一些特别的structure 好像这个这样 是一个canel的aquaduct 历史悠久 那还有呢 它是一条桥 其实 但是它就可以被这样的canelbow 去通过 所以都挺有趣的 那日后呢 其实我也有很多在 譬如说去wales 或者不同地方去玩 那如果有机会 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电车 和火车图来的 那就是for treasure 那不好意思 因为呢 我就想show多些地方 所以那些字很小 大家就未必看到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Chester 那它就连绑着五条line 那浅蓝色的呢 它就可以去到Wales 和Manchester 那这个呢 就是Manchester Piccadeli 的站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sorry 灰色的这个呢 就是Ultraham 那 所以 其实大家 我也想提一提一提 一件事 就是说 最近很多人 就围着那个 Metrolink 去找屋 那些屋子又差得很厉害 可能有时候有些好小小的屋 一天就被人抢了 那其实 我想大家放开一点的视野呢 其实有 就是 周围着Manchester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火车 大家可以去坐 那 所以就 做search的时候 大家可以 扩阔一点 去找多些其他不同的地方 那好 说回Manchester 这里呢 就黄色线 就去Liverpool的 就Merserside那一边的 这样 那今次呢 就介绍了平时 我在英国生活 可以去哪里玩 带小朋友 去哪里轻松一下 那希望 都可以 扩阔一下大家的视野 其实选择地方 可以看一下 其实 那个地方 它可以给到什么 lifestyle 因为日后 你在英国长住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 都是很重要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多些资料搜查 去做这个考虑 那另外呢 我又之前都说过了 那我都开始帮人 有服务 是找屋 看屋 和找学校 这些服务 那至于收费的详程 你们呢 就可以进来我facebook page 英国生活的点滴 去问我关于一些服务的范围 和收费 因为每一个人 他们要求的东西都不同 那所以我都通常要谈 和大家了解了 我才可以 报到那个价格给大家 那好了 那好了 今次讲到这么多 希望你们喜欢 这个YouTube 麻烦你们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有机会 其实我都想 介绍多些 譬如说其他地方可以去玩的 那好了 今次讲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